來外面蓋出了焚礦 哇 我們的追獵者 又是瞬移硬碑 瞬移這個時候進來 打掉了非常非常多的兵 我看我們的追獵者 有沒有辦法在這邊跑走 有辦法嗎 我們的追獵者 在這邊 跑到地形後面 跑到礦區後面 讓我們的小狗 沒有辦法做包圍的動作 繼續來做攻擊 那最後呢 這邊似乎是要跑走了 這邊還有剩下幾隻 這邊還有剩下 五隻 六隻 五隻的這個 追獵者 那最後呢 追獵者看到這些 刺蛇來了之後呢 就馬上跳走了 我們這個時候 Soke呢 開下了焚礦 在九點鐘方向 那同時呢 蓋下了這個 在哪裡 在這邊 機械製造廠蓋下去了喔 那同時這邊有蓋下了 這邊是兩個星際之門 不是一個 所以呢 這個機械製造廠 我覺得等一下機械製造廠就可以開始來蓋 不朽者還有這個 巨像 因為呢 現在已經開始要走這個 刺蛇和蟑螂了 那麼 呃 用刺 對啊 如果是刺蛇和蟑螂的話呢 呃 不朽者和巨像 會比較好做攻擊 我們Soke呢 現在把這個兵 所有的兵呢 集中到這個 這個 監視塔 好 這邊有 哇 這邊有1234567的這個 鳳凰 七隻鳳凰戰機 好 進來開始要打 打掉這個工兵喔 這是神爐呢 很常做的事情 但是呢 呃 做這個之外呢 也是要小心 哇 我們的這個刺蛇呢 數量太少了 刺蛇是青甲的 那被我們的鳳凰抬起來之後呢 青甲 呃 有加成喔 這邊青甲是11 那攻擊次數是2 攻擊次數的意思 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攻擊次數是什麼的話呢 攻擊次數2就表示 他攻擊一次 他是打2發 所以像我們鳳凰他不是左右各1發嗎 所以他攻擊一次是打2發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有做這個攻擊加成的話 原本的鳳凰戰機是10點 那攻擊 那整個綜合起來 是20有沒有 因為是2次 那升級到11的時候呢 攻擊2次就變成22 那這樣這個時候就會 你知道 他是一次加2點 其實加2點的傷害不是加1點喔 我們Soukay在這邊有非常多的狂戰士 狂戰士已經有角速 角速已經好了 角速跟瞬移都好了喔 那麼 我們 目前Soukay在這邊沒有打算要出這個巨象和不朽 他沒有那個錢吧 那他呢 在這邊是繼續來蓋了這個優能風暴 所以呢 等一下會有風暴 會有這個高階聖堂武士 這個鳳凰呢 持續的在找這個點呢 進來這邊做攻擊喔 那不過呢 這邊有非常多的刺蛇 哇 這刺蛇沒辦法 刺蛇呢 可惜沒有辦法點掉任何一隻 呃 這個 飛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我們San呢 似乎剛剛在這邊想要開出分礦喔 這邊還有一點點從太流流下來 但是呢 被Soukay抓到了 哇 Soukay呢 現在是3個經濟喔 那 3個礦的經濟 1800左右的這個收入 60隻的工兵 那我們San呢 剛剛工兵少掉太多 那目前也沒有更多的這個分礦來補工兵了 那也沒有辦法走後門喔 所以 呃 這邊稍微麻煩一點 San呢 這邊只有2個礦 2個礦來對付神族呢 實在是有點頭痛喔 我不是很確定 如果這個後門石頭打掉的話呢 在這邊開分礦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神族呢 呃 神族的兵呢 實在是走到這個後門是很近的喔 那麽San呢 應該是會想要在這邊 趕快把這個黃金礦蓋起來 好 這個黃金礦呢 想要開分礦了 San呢 現在真的是需要趕快開分礦喔 他這個經濟書人 除非這個 除非對方的 呃 控兵上有失誤 或者是你知道 兵被拆走了 那沒有辦法 沒辦法集中兵力的話 San才會有優勢 要不然的話呢 如果像神族現在的這個兵 全部集中起來 這邊有一隻巨像啦 那麽這個兵集中起來的話呢 哇 很麻煩喔 那麽我們現在這個San呢 在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蟑螂和刺蛇 但是對方也是一樣喔 對方這邊有非常多的 這個狂戰士 狂戰士好多喔 狂戰士這邊有兩頁 狂戰士 兩頁 哇 已經快要兩頁滿了 San到現在還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水晶塔喔 這個水晶塔 呃 如果被發現的話應該是會馬上被拆掉啦 好 我們這個 San在這邊人口已經到200200了 遊戲進行到21分鐘 那San在這邊人口數是156 那麼這個時候呢 200200200就已經是推出的時候了 那目前攻擊力和防禦力都是1和1 San在這邊是1和0喔 那小狗呢應該是0和0沒有錯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這邊打起來了 哇 我們的這個San在這邊麻煩了喔 非常非常多的狂戰士都有角數的 都有角數的狂戰士呢 呃 哇 對付蟑螂是很快的喔 好 這個時候已經打起來了 我們的這個時候 哇 這邊後面有這個立場 立場把門堵住了 然後 哇 然後這邊的狂戰士呢 哇 殺掉了非常非常多的攻兵 然後 呃 非常多的這個單位 然後剛剛還有這個狂戰士的這個 呃 這個什麼高階聖堂武士的風暴 所以呢 實在是傷害很大喔 那San呢 哇 San在這邊喊說GG Well Played 那麼 打很好 打得不錯喔 那 也是給對方就是 你知道 加許一下說 打得不錯 那在這邊認輸了 那麼GG喔 Good Game 那麼San在這邊分框也是被打掉了 哇 我們這個神族Soken在這邊也是 打得很恐怖喔 三個框起來 那 收入呢 1400 那麼在這邊 我們來順便看一下每個頁面好了 從第一個來看 資源呢 資源上面Soken現在的這個 他的銀行啊 銀行他們叫Bank 銀行在這邊有800多 300多 那 那人口呢 在177 然後San呢 最後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呃 公 呃 什麼 資源只剩下120 178 然後人口呢 在96 可惜喔 那麼收入 收入方面的話 剛剛看到了這個 1400的收入對上980的收入 San呢也是很努力在挖喔 兩個這個礦都被挖完了 那麼花費上面 經濟上 經濟上的話 呃 沈三個都是稍微輸一點的 那這個經濟上的話呢 呃 收可以呢 它有三個礦喔 所以呢 它經濟上是比較多的 那麼經濟上的花費啦 那是比較多的 那科技上的話也是喔 我們看到這邊有優能風暴 有 有角速 然後有這個什麼 瞬移 然後還有你知道 巨像的這個距離都有 那巨像也是 巨像 生產巨像本身也是一個這個科技 所以呢 這個科技上面整個是有贏很多 那San呢 San似乎也還沒有 你知道 San現在也沒有這個能力呢 來做到三寶 那也當然是沒有這個 後期的這個 巨型 螺旋塔 或者是 呃 雷獸 等等的 那這個還沒有那麼快 那這個軍隊上面來講的話呢 San是稍微差一點點 那我覺得主要是因為經濟的關係啦 主要是因為經濟的關係 那單位呢大家可以看到 四隻的這個高階生產武士 15隻追獵者 少衛兩隻 然後這個鳳凰戰機 那麼這是最後的啦 這是已經打完了 所以呢 而這個軍隊數稍微比較少一點 單位數比較少一點 那損失的單位的話呢 現在這邊損失了非常非常多的單位 非常可惜喔 生產 然後 軍隊數 最後呢 177對上 96 那每分鐘的這個動作數 APM 106對上172 那是整個場是下來的 那San呢 在最後 呃 185的是目前的 然後這個 Soke呢 這邊是225 252啦 252 好那這個 比賽呢很精彩 那我們San呢 這邊就是最後呢 調到了 敗部 然後在這邊2比0呢 被Soke帶走了喔 所以呢很可惜 沒有辦法在MLG呢 繼續比賽了 那但是呢 這邊也是打得很棒啦 那大家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不管是參考這個 San呢 這個重組的打法 還是這個Soke呢 在這邊伸出的打法 那麼兩位呢 我之前都有報過他們其他的這個重播檔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關心一下 看一下這兩位玩家的這個 呃打法喔 那如果你對星海還不熟的話呢 各位 如果你還是星海的這個新手 可能剛買星海 或是剛加入星海的話呢 San呢 是大家就是你知道 大家口中的台灣重王 因為他呢 這個 他這個重 重組的這個等級呢 已經是國際級了 那已經是這個 台灣所有的這個其他玩家呢 都是怕遇到的 那麼 Soke呢 在這邊是德國的 第一名的這個神主 他這個神主 實在是很厲害喔 那他也是打過非常多的 這個歐服的 比賽 所以呢兩位高手在這邊 敗部做對決喔 那這個比賽呢 也是相當的精彩 前面一兩集 第一個比賽 和第二個比賽 你如果都沒有看的話呢 我覺得尤其是那個第一場 實在是很精彩 那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麼最後呢 呃也是祝福兩位喔 那 那也是祝福San呢 未來在這個 呃 GSL 第三季呢 呃 獲得好的成績 那希望呢他可以至少 進到64強 然後呢 至少一直往上打 往上打 然後打到這個後面這樣 那麼就是 也是祝福他 那麼Soke呢 我不是很熟 所以我就不講一些這個 呃 客氣話了 那麼恭喜你啦 在這邊也是 取得呢 禁節的這個資格 那麼OK 比賽就到這邊 我是貝塔我們就下次見啦 那目前呢 是紐西蘭的時間呢 這是已經是題外話了 你可以切掉 你可以轉台沒有關係 紐西蘭的時間 6點40分 那我要去吃晚餐了 那等一下吃完晚餐呢 再來 開個直播之類的 那麼 呃今天呢 禮拜四是最後一天上班喔 所以 所以已經沒有 沒有工作了 YES 那麼 再來下一次上班呢 是要到禮拜一喔 所以呢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Free 就是你知道我是Free的 我是 很自由的這樣 那 那麼 就不錯啦 呃有點 有點自由時間 在這個 呃真正 找到那個 真正做正職之前 那目前呢 只是打工而已 所以沒有關係 好那麼總之就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我是貝塔 我們就下次見啦 那麼 我再來呢 還是會多看一下其他的這個 MLG的比賽 或是其他的這個 額外他們自己在外面打的 比賽 或是其他比賽 其他比賽的這個 重播檔 那如果有精彩的話呢 我再來帶給大家看喔 那個TLO還有 我記得TLO Red 然後像TT1 還有這個Select 還有Hawk 他們在MLG的比賽 有有好幾場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我有看過幾場 但是呢 呃重播檔我還要再找一下 那麼總之呢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啦 那我是貝塔 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我要去吃晚餐了 那麼晚餐呢 是吃這個 鹽酥雞 所以呢 有點台灣味 好拜拜